马可变天了 彻底变天了 来自装备的法球伤害被砍了一半 堪称死士级削弱 但是莫慌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 注意看这里 马可的一发一技能伤害是300 那么当咱们出了速技之枪以后 理论上来说伤害提高60点 但马可要砍一半 所以只能提高30点 可经过我的实际测试 来自精准的法球效果不会砍半 这里的伤害是333 减去300以后比30点要高 并且来自普攻的对比更加明显 有了精准以后 伤害从562变成了622 那么得出结论 精准的效果不打折 那什么装备有精准呢 末式 破晓和逐日 咱们先用逐日替换一下电刀 来感受一下它这个伤害 测试对象为神装白起 一缩子下去以后 白起生命的血量为9298 这个数值基本是不会变 它不像是电刀可能会触发被动 而被动也会触发暴击 所以电刀组的话需要重复测试 重复测试五次以后结果如下 除非你多次触发电刀被动 并且被动每一次都能暴击 那么电刀的伤害就会激进逐日 反之电刀的伤害要比逐日更低 所以这个赛季电刀换什么 还用想吗 换逐日呗 换了逐日以后有个魔鬼细节 除了暴击率更高以外 逐日可以增加移速让你更好的拉扯 这个作用和冰横是重复的 因为减速对手和增加自身移速 实际的效果是一样的呀 所以冰横也可以换 换什么呢 换无尽 因为本赛季马可的真伤 无论是暴击还是不暴击 都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力加成 那换成无尽以后 你看这个伤害 Oh my god 暴击增伤一千多 这不比吕布还爽吗 能打消耗 能打爆发 还能拉扯 这就是逐日顺暴刘马可 理论说完咱们实际搞一手 段位是赛季第一天的新药局 逐日顺暴刘马可在前期 跟电刀那一套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先走攻速鞋和末式嘛 所以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 那这一把前期我玩得很捞 跟装备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的这个差别主要是 你出了逐日以后 至于无尽的话你也可以不出 因为你出了无尽伤害高不高呢 很高 但相应的你没有冰痕你脆呀 像这一把这一波团 几发普攻打出赵云复活甲以后 稍微拉扯一下大招一开 注意张飞那个血量 一发暴击就是一千多的增伤 要不是因为我太脆了先凉了 那么你像张飞这个坦度的坦克 几乎是顺秒 所以冰痕要不要换无尽呢 可以换可以不换 出了无尽伤害高 不出无尽弹度高 装备它又不是死的 咱们可以根据阵容来定嘛 到了中期咱们出了逐日以后 跟电刀相比 差异就开始体现了 第一个前面测了伤害更高 不单是普攻一技能连大招也是 你想一想嘛 一发伤害差一个精准 十发伤害就差十个 而你马可一套打完 往少了说触发二十次精准 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更何况末是逐日和布小的效果 这三是可以一起触发的 所以这里还要成三倍 所以我觉得逐日换电刀 在目前这个版本 力是大于弊的 就包括你一技能放空以后 你单纯普攻伤害也高很多 那这一波A掉旅步以后 咱们顺时推个防御塔 此时敌方司马懿在上路 那这一波敌方能守高地的 只有两个人 所以这里咱们继续推进 对面辅助太医走位失误 直接一波被控到死 剩了加罗一个人 不好意思我就不客气了 主日一开直接冲高地 一梭子送对面加罗上路 打出敌方一个小团灭 剩了一个司马懿 也是无理回天 这一把终究还是大距离 赛季第一天刚改版 马可的各种玩法 也基本都还在摸索 老猪推荐的只能做个参考 具体适不适合你 大伙得试啊 那么装备前面咬这里就不说了 明文是三夺翠 七个狩猎 两个无双 八个红月 以及十个星眼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